你跟我没话说啊 你跟我没话说啊 我要说什么啊 你是刚刚接了方笑语回来吗 我发现你从来不喜欢听我的 那你有听我的话吗 我马上就回去了 你还因为这个小事跟我闹别扭 怎么这么着急回去了 舍不得我走了 没有 就是问问 所以你是来道歉的吗 为什么道歉呢 那你来干吗 好吧 还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道个歉会死吗 你开口游我肯定游下来呀 怎么会有女生喜欢她呢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过来看看你啊 你发的朋友叫我看到吗 什么朋友圈啊 而且是因为我太高兴了 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妈的事 谢谢你啊 这有什么好谢的 都是举手术 对于你来讲 是一个小事举手术 但对于我也是一件大事 我女朋友真好啊 她也是帮助想着我工作的事情 是不是 我今天必须要承认一个错误啊 可能对于有些事情 我会有些情绪 不然你也不舒服 她都是因为我在乎你 对不起 不舒服了啊 其实我也没有怪你 确实方笑语有的时候开玩笑 特别没有分寸呢 我向你保证 我会跟她保持距离的 不再让你误会 我他们的工作之后就要回去了 但我有空就会过来看你 你说你工作那么忙还来回吧 看我 会不会太辛苦了 看你还辛苦吗 想起你心就会扑通扑通 怎么办呢 见到你廉价就变得粉红 你靠近我 连空气都变得甜蜜过头 而来不及反应呢 就走火入梦 向前走一步就是彩虹 就像是还在梦中 美丽的邂逅 蜘蛾 这老板很少啊 我经常来这里 500克绿卜 太辛苦了 我听 对 谢谢 看起来也挺可爱的 他人超好 真的吗 有的时候会给我一些免费的东西 好了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等你回去吧 回去 回去 是不是很好的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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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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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呀 这是 做出来你就知道了 鱼香肉丝啊 差不多吧 我帮你忙 没关系 我自己做就好了 你就休息啊 吃吧 吃吧 好 你怎么又来啊 我们来谁给你送饭啊 我不吃 说了不饿 带什么吃的呀 你是病人 你多喝点粥 来 我说了我不吃 一会儿有人给我送饭 谁啊 我知道了 刚才莫菲买菜进去了 行 你赶紧走吧 好 好 少喝点酒 病还没好 那我先走了 少喝点酒 鱼香 你吃饭了 你还不过来啊 好 好 太好了 我带见了 你不过来 你吃了什么 来了 睡觉你干嘛要冲击我 吃饭了 坐好 走吧 吃饭了 是说好要等我一起吃饭 那时差还没有倒过了 那吃完饭再去睡吧 快尝尝 是我做的猪肝 尝尝尝 猪肝是明目的 干嘛 可是你第一次给我做饭 那要不要尝尝 怎么样 等你下一次给我做饭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那这次怎么样总好说一下吧 就提高的空间嘛 你第一次长子吃我做的饭 你就这样的评价 那我以后不想做了 都没有得到表扬 快吃饭吧 你一直住这么个小床习惯吗 不小啊 挺大的呀 看我这么瘦是不是 是 有没有帮你找一间大一点的房子 没关系 我住这儿挺好的 而且跟多多两个女孩子 还有一个伴 可是人家习惯吗 这有什么不习惯的呀 她男朋友过来看她怎么办 也不经常来 而且来的话我 关门太好吃就好了 那时候修不行了 不逗你了啊 你喜欢住就好 你要是我来了怎么办 你干吗 你干吗 你又懂我 趁多多还没有回来 我们要不要 带我们回家 你刚才想的是什么呀 没有没有 没什么要跑啊 我那书呢 我那书给您放车上了 行吧 您这是 要跟墨菲去约会吧 谁啊 就我看人电视剧里演的啊 约会都是拿个花 拿个美酒什么的 这哪有书太狠色了 你等个屁 我告诉你啊 我那个可是小龙子的原牌书 是吗 是吗 但我还是觉得 还好 你觉得不好不重要啊 关键成果非洗 管就洗 走吧 来了 我就知道你没有把我忘了 我快饿死了 披萨 我 那要不我帮你打开 好 我给你放在桌子上了啊 好 对了 李奇刚才给我发消息说 白礼的事情解决了 真的吗 怎么解决的 你想知道啊 对啊 那你喂我吃 跟你开玩笑的真的是 是李奇的朋友 找到了附近的商权的录像 拍下了他们打人的全过程 所以警察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这么简单 那我告诉了你的这个消息 你作为回报 是不是得帮我一个忙啊 什么忙 你帮我看看 我总觉得套路太多 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你有没有想过用蜡染和苏绣呢 真的是 你怎么什么都用中国元素来解决呀 能不能认真考虑一下 我认真想过 而且我自己也试过 出来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可是一次放两个元素 会不会太多呢 毕竟我要做的是洗手衣 我觉得只要尺度把握好了 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 我之前回作业的时候呢 用这种方式做了一个树叶 安德烈当时就说 没想到这两个元素融合起来 效果会是劲 别人也都说出来的效果很好 所以应该可行 而且你现在 最重要的应该是画龙点睛 而不是中国元素 这样的话 你的老板也不会觉得太突兀 有什么事 这就是个大型热门的 没想到那时候 你能够到那麦素 你也有四个月 难道吧 陈总 你怎么来了 莫菲呢 她 你有朋友来啊 我刚刚要回去帮你开门 好 明轩 你别误会 我只是来给她送个披萨而已 明轩 我们在一块儿吃披萨呢 要不要一起啊 你这么晚还吃披萨 不用了 你们俩慢慢吃 明轩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 不是你想 不想就是生气了 你追她 追她干什么呀 你讲好了是吗 没有 我就是 方笑语你太过分了吧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俩就走了 你俩又吵架了 这事不能怪唐总 我要是换做他 看见你从风向余林屋走出来 我不止生气 我还要跟你分手 这么严重吗 不是严不严重的问题 莫菲 你得要多替对方考虑一下 我替他考虑了呀 而且 刚刚我本来想跟他解释的 可他听得不听你就走了 行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 唐总在国内 你想回国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你回国了 发现他青梅竹马那个女的 跟他在一起 你生气吗 好吧 确实给我也会生气 这不就得了吗 还好人家唐先生啊 是有教养的人 要是换成成阳 不早给他打过去了 莫菲这个事情啊 确实做得不太对 我们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你和真阳 就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吗 我跟陈阳 也需要分开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我跟他都需要空间冷静一下 我还是这句话 一定要好好地替对方着想 珍惜身边的人 好 好 晚上好 我 我今天看到一个博主 科普一个小知识 他说 虎金是非常有爱的动物 他们一旦吵架呢 就会在三分钟之内和好 要是人能像虎金一样就好了 中吵过后 很快就能和好 今天晚上的事情 是我做错了 我们 能不能和好啊 看来 放手 怎么办 走 快走 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懂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了 要不是他真的求了我很多遍 我真的不会来 你自己看吧 怎么了 感到我们头发白了 可手还是牵着 想带你去宇宙 直到我们呼吸听了 心脏还跳动着 你要干吗 你要干吗 腿不舒服啊 你昨天看到我电台更新了吗 我昨天一直在开会啊 是吗 是 你有登录吗 你有看到我登录了吗 对啊 我看你一直在线上 他可能是之前登录放下了吧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有更新什么了 发了你 发了我 不得说给我听见啊 你可以回去听回访 那你为什么发了 不能现在说给我听见 你回去听回访 你回去听回访 走 我先去回访 我先去回访 我先 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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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别说了 对不起啊 上次的事情我想了想 如果犯错是我的话 我也会生气 过去的事咱们就不说了 还有下缝吗 没有了 谢谢 怎么买这么大一个 放在家里好看 有拉手风景吗 看看 我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呢 你做什么呀 你个牙无羡女的 说好过去的 希望你害我丢人 我怎么就让你丢人了 看看你这些花 多漂亮呀 挺贵呢 好看 美 喝好了 喝好了就好 喝好了就好 你跟我讲讲 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你怎么喝好的 你给我讲一下过程 脸红 不会陶明轩亲你了吧 都怪你一直让我 看 看 莫菲 你太可怕了 你怎么嘲笑我呢 好好好 喝好了就好啊 我要不然总担心 我回国以后 心里总挂起来这事呢 对 你就嘲笑我吧 你看看你前几天那死样 现在可好了啊 有精神了 手机 谁给你发的 给我看一眼 行行行行 你自己在这儿甜蜜吧 好 大家好 这里是飞到小角落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 我 和唐明轩先生 你爱 之前一直没有跟大家说呢 实在是没有想好 坦白讲呢 一开始其实我对这段感情 不是特别的确定 毕竟我们两个人 完全不一样 生活环境呢 也天差地别的 对 不过 这些都没有关系 最近发生的事情 让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我喜欢她 我想和她在一起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都不会动摇的 今天本来是和多多一起去看展的 她跟我说票都买好了 可是她没来 你跟我线上去了 喂 喂 唐总 你好 您今天下午有没有时间呀 最近都比较忙啊 怎么了 这样啊 我本来想问问你 有没有时间 愿意下午跟莫菲去看个艺术展 要是你没时间的话 那算了吧 我问问方笑愚 我我我我刚想了一下 我笑的那事好像不太重要 我看看 能不能想办法挪一下 那我一会儿把地址给时间 发到您手机上 行 谢谢你了 经过今天的事情呢 我想清楚了一件事 虽然我和唐明迅先生 有很多的不同和差异 可是我们两个人还是相爱了 所以以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会勇敢地去面对的 请放手你也爱我 我是你在无尽的夜 不灭的烛火 我最最爱的你呀 你是一颗酸甜的糖果 我要做你最后的鬼客 所以请你不要再害怕 等着我大步 唐启仁 你看你二个做的好事 我最最爱的你呀 你是我最昂贵的奢求 不管地球怎么样转动 你在我眼中 欣雅 您来了 你还好吗 这场大秀还等着你呢 好 我最近手腕还是不太辛苦 所以不一定敢不敢得玩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觉得你你你用不用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 不用不用不用 你放心吧 我会尽快地把你安排的工作完成的 好 你吓到我了 对了 听说凯曼收购了SLC 你也听说了 对 王总监告诉我的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帮忙倒不需要了 我跟SLC的高层交流过 他说董事会有不少成员对凯曼提出的条件很动心 但我们凯曼有自己的专层面天 足以保证高质量的布料工艺 所以我认为呢实在没有必要收购SLC 那这个决定是谁提出来的 这个好像是上海凯曼的新董事长提出的 上海凯曼换新董事长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我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告诉你 我的级别不高 你 你从来没问过我这个公司的事情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问题 我最近不是在喜新革面吗 好吧 走吧 大家都在等你 看你的新设计呢 嗯 很驚討厭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瓶子 似乎是非常不同的衣服 印尼西亚 因为我剪装的东西 实际上是非常有趣的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一样的运动 会发生不同的影响 在不同的国家 我提供的瓶子 我认为这个试图的试图 好想 你觉得什么 会很有趣 我们有中国,美国, Danes, Espanyol,日本 我们都有自己的方法 我认为最终的效果是美丽 完美 好的 所以,我们的节奏将会的节奏 谢谢 恭喜方总重返工作掌位 你少说还刺激我啊 你以后听不出来你什么意思 怎么了 我也没说什么呀 别生气啊 是不是沐小姐和唐明轩在一起 您不高兴了 你以后能不能少管我的私生活 您放心 我不会管您的私生活 绝对不会打扰 是唐明轩太高调 大家都知道了 再狡辩 我没有狡辩 是唐明轩 我不是故意关注她的 是终数让我关注她的 反了你了 不是 终数 出去 方总 晓晓晓晓晓晓晓 出去 这些东西太多了 而且我们出来也太晚了 那你不知道让我早点吗 我叫了呀 可是你化妆 选衣服 拍照 我用了三个多小时 现在那次是怪我喽 没有没有 是我考虑不周久 行了行了 别说了 快点吧 别耽误正事了 这些东西 你能够看过估计 他们闭着 我能够想的 tää 你能够想要吗 我就想要 不想要 这些东西 太多了 我充满了 今天你们快点 你不能够估计 她那个 什么 没时间 你没跟她说我们是海耀的吗 我 我说了呀 那你没说我是海耀朱总的太太吗 这个 你不说我说朱总的太太 人家凭什么相信我开的条件 她要是不相信我开的条件不来海耀 我怎么跟那帮老家伙交代 气死我了 我告诉你 朱总要是不让我管理海耀 你那大红包啊 也别想了 好的 小曼姐 我知道了 我这就再去联系她啊 快去快去吧 伯伯 波多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 我买好回去的机票了 所以呢 今天你不管有什么作业 都不许先回去 你一定要朋友好好地吃一顿饭 好吧 好 颜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一定去哪吃 但是 我还要 那我可要选一家帅哥多一点的餐厅了 好让你家唐总呢 吃吃饭 对 就应该要的 吃吃饭 走吧 走啊 所以我才 程杨 没看出来啊 你长了一双这么漂亮的桃花眼 竟然还这么专情 为了女朋友才考虑回国 你女朋友知道了 肯定很感动吧 我俩在一起十几年了 感情很好 所以光顾未来这么重要的事 我确实得跟她商量商量 理解 理解 不过 不管怎么样 我们海耀集团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在上海的住宿 还有你的酬金 我们全都包了 只要你愿意来海耀 条件随便开 白总客气了 其实你们给的工资 已经比我想要的多很多了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喽 莫菲 你说我这一走吧 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你 你就是太善良了 而且还没有防备心 你说你是怎么长这么大的呀 我说你就别担心我了 倒是你 回去你有什么打算 还有陈娘 你真的放心把它留在这儿 我想好好地静一静 之后想好了再说吧 这感情的事 我也说不准 不过 怎么了 我能不能和她继续保持一页 莫菲 这你听我解释 我觉得她真的非常有才华 而且我们只限于工作 临上事情不会联系的 不行 而且 我不许你跟她通风报信啊 我不会的 能工作上的事情 你粉盒掉了 别动你 程杨 不客气 我说她脚踏两只程 还真是小看她了 白晓曼 你你认识那女的呀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先不住 你别管我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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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你干什么呀 你谁呀 我干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白晓 多多 你干嘛呀 你干嘛 你们在干嘛呀 莫菲 我看这就是你挑拨的吧 你有病吧 什么都怨在我身上 我打你了吗 多多 你误会了 这是海耀的白特处 她来找我签约的 签约 签约还是签手啊 我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俩拉着手呢 我告诉你 程杨 咱俩玩完了 彻底的完了 滚 多多 多多 程杨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吗 白总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吧 多多 多多 我说你消消气 这应该只是一个误会 白晓曼过来找她 只是为了工作 白晓曼是你的同学 我不相信你 你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跟你说过 多多 我只和一个同学有过节 那就是白晓曼 你能不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 白晓曼她这个人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真的吗 对啊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她会来法国 更不知道她知道程杨啊 这也不难啊 她可是得过什么行人奖冠军的 多多 她拉我的手就是想跟我套近乎 我跟她第一次见面呢 我看你刚才拉着她手的时候 挺美的呢 那你也看见了 她一碰我我就躲掉了呀 多多 白总是来找我签约了 她给我开了很优厚的条件 但是既然你也不喜欢 就算她给我再优厚的条件 我也不可能去 多多 从小到大 这么多年 我发誓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别人在一起 莫菲 我这几天要回上海 我先回房间收拾东西了 多远回国呀 我跟你一起回去 给她点时间吧 过几天肯定就消气了 真的吗 谢谢你莫菲 我觉得你没有选择海药 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但是如果你还要在设计里面 坚持中国风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明远 明远他们有一个系列叫做送堂 在中国风里算是老牌子了 而且他们的销量也很稳健 最重要的是 他们现在急于要打开国际市场 据我了解啊 他们现在正在跟SLC接触 明远集团他们唐总之前找过我 我犹豫的是 宋唐这个品牌 十几年了风格一直一成不变 我不知道 我去了能不能给他们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特别希望你来 加入我们明远 改变当下的状况 你放心好了 我会给你足够的空间 用你来主导设计 配给你最好的设计团队 包括你所说的生产线 你不用现在就回答 你可以回去做做功课 然后再考虑一下 唐总 我会认真考虑的 咱们上海见 希望 咱们来了 你在干嘛 我临时接了个电话 要赶快去开股东会议 现在晚上就要做饭 妈 这么赶 所以要过来看看你 别走了 好吗 我们晚上就回来 好吗 好吗 你要干嘛 我先带你走 我们出去走一走吧 对对对 不住 我给你买瓶吉林吃 我走了以后啊 要照顾好自己 别一工作起来 就忘了吃饭了 我说知道了 你都说了好多次了 我这不是要走了 不放心你吗 刚刚那冰激凌真好吃 我一吃冰激凌就想逃病 我弟他可爱吃冰激凌 还真是个好姐姐啊 什么事都想起弟弟 我什么事都想你啊 是不是 你是不是对你弟很好啊 我对你不好吗 好 特别好 有吗 有吗 舍不得你啊 我也舍不得你 别走了 要回去工作啊 想你啊 什么 你要去明远时尚 是的 为什么呀 是我给你的条件不够好吗 不够好 白总 这压根跟钱没有关系 其实明远一直在跟我接触 只是我当时还没有决定 你现在才跟我说 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我跟你联系都一个多月了 我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明远跟你也有联系啊 白总 海耀跟明远是竞争关系 我恐怕不方便说 我 我相信 你怎么会很开心 我怎么会一体 我现在是什么 你怎么会 我自己操线 你怎么会 我自己操线 你自己操线 我自己操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条裙子 我想试试的 好 我去帮您找您的尺寸 您可以去那边等我 最小吃嘛 谢谢 哎呀 莫小国员啊 我这个圈子的拉链在后面 我自己好像拉不上来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拉一下呀 好的 来啦 请快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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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不好意思啊 我没说清楚 不是这一双 是我新买的那两双 谢谢啦 麻烦帮我打开一下吧 不是这个 是这一双 这个裙子怎么这么长呀 太长了不行不行 你又得麻烦莫岛购员帮我穿一下呢 我说你不要过分啊白小曼 我哪里过分了 我不是一直在拜托你吗 你们的职责不就是帮我们客人 试坏衣服吗 怎么 你们巴黎的导购就只有谈恋爱 和挖别人墙角吗 这双鞋子不是在我们店里买的 我没有义务给你穿 好了吗 再见 这个鞋 怎么被你弄弄得有个划痕啊 嗯 你看 这个是我新买的鞋子 好喜欢呢 你要陪我 爱原价陪 莫菲 怎么了 这女的越来找你麻烦了 这位大小姐说我把鞋弄坏了 嗯 有证据吗 你这什么态度啊 店长呢 我要投诉你 我警告你啊 你说话可不要拿手指人 特别没有礼貌 我哪里态度不好了 您是不是没有证据啊 没关系 我有证据啊 这就是摄像头 有 当时我拿您鞋的时候 就在摄像头底下 所以这鞋到底是我弄坏的 还是别人动了手脚 我们去警察局做一做就知道了 走吧 对 去警察局 谁怕谁啊 走 谁怕 莫大公园 走啊 我可正在你的店里啊 你别乱来 什么事 你以为我是傻呀 我才不跟你们去警察局 我又不会法语 去了 要被你们乱说 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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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件都给我包了吧 刷卡 还不差这点钱 脚不凉吗 明轩 来 回来了 回来了 来 我来 不用 听说你成功地跟蜜亚见面了 听说你成功地跟蜜亚见面了 唐伯伯特别开心 说晚上要跟你喝一杯呢 咱们一起喝一杯 好 来 明轩 这次你在巴黎能和蜜亚单独见面 非常不适 我得祝贺你一下 来吧 多吃一点啊 嗯 我有一事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说 这次去巴黎 明轩 别说这些闲话了 一会儿菜都凉了 来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吧 妈妈 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正事 不是什么闲话 这样 明月 你这事一会儿再说 雪凌啊 她刚从米兰回来 也是为公司的事情在忙 听说她约见了好几个 非常不错的设计师 是吧 是啊 我这次接触的这几个 华裔设计师呢 他们对我们明远的环境和资源 都相当地满意 再加上美日时尚 在国外设立的这个海外版 他们这个热门的服装网站 销售量已经排到了前十名了 所以这些设计师 非常希望能够回国发展 那很好 还是我们雪凌能干 宁萱 你还不谢谢雪凌 辛苦了 还有就是 我除了物色到这几个 优秀的设计师之外 还有其他意外的惊喜 还有什么 说说看 米兰的JK设计师 想跟我们明远合作 联名推出一款 中国风元素的新装 在下一季的米兰时装周 作为压轴款 好啊 你跟JK都有联系了 不容易 这个说来也是不打不相识 我跟JK的HR 都在争同一个设计师 然后就这样一来二回 他们既然对我们推出的新装 特别感兴趣 他们说 我们明远的服装 是可以在国际时装周 展露头角的 所以就找过来了 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刀 要我说啊 你们就别去联系那个法国公司 这一趟一趟的 费力又不讨好 水里脚这个公司就挺好嘛 又不是没有大公司 跟我们明远合作 那呀公司这事情 你又不懂 明远要发展 就一定要打入国际市场 好好好 我不说 是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件好事情 明远 您应该 敬雪玲一杯 快吃饭你们 多吃饮 谢谢 来来来 我们一会儿 喝一下 来 祝福一下 谢谢雪玲 辛苦啊雪玲 辛苦啊雪玲 快吃饭 不用送了明远 你刚从法国回来 肯定挺累的 我可能就时差没倒过来 那你就早点休息 如果累的话 就多休息几天 雪玲 我有点累了 我先回家了 来 你说这孩子 去月趟巴黎 就被那女孩带坏了 你别着急嘛 我能不急吗 你要相信你儿子 他不是那么容易 被带坏的 在饭桌上你没看出来 要不是我压着 赶紧打岔 他当着雪玲的面 他就得说了 明轩人的性格 你应该清楚 嘴掌他脸上 他想说我们是拦不住的 但是我们两个 必须得压下来啊 如果他当着雪玲的面说了 这个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但是我真觉得 他跟雪玲之间 到底怎么着 还不一定呢 所以我们要帮忙啊 我们要把他们两个 撮合成啊 这怎么帮忙 这不是 这就是 你强行把他们 往一块拽吗 这就是 强有的瓜 他不甜 他小他不懂事 但是咱们要分清楚啊 真是的这个孩子 反正戳雪玲 我谁都不认 是吗 是吗 嗯 来 你的婚姻和恋爱这是大事 真的不能胡闹 你要听我们父母的意见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妈 我太难了 我都这么大了 我自己谈恋爱还做不了主 你能做主 但是父母的意见你也要听啊 我们都是希望你能够幸福啊 对 三年前 您不就为了公司利益 想让我娶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吗 结果呢 幸福吗 我承认当时这个事情我有责任 我跟你说对不起 是我没有搞清楚 硬把你们两个逼在一起 才造成今天的后果 但是雪玲和谦谦她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一回事 雪玲为你付出的这么多年 你我心里都很清楚 她为了这个家为了公司 为了你 她是全心全意的 如果我 妈你再继续这样下去 就只会重蹈覆辙了 是 雪玲她为了公司付出很多 那是她的职务啊 但是在商务当中 我知道她对我也很好 但你说一个女孩对我好 我就要跟她在一起了 那这样我是不是 要同事跟很多女孩在一起啊 但是你跟她不一样 你亲没竹马 知根知底从小一起长大 行 那我娶俩行吗 有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吗 娶两个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雪玲有什么不好的 你非要娶那个莫菲 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 好好好 爸你好好管管吧 你看你媳妇打人 明轩 你看你看 弹着弹着又弹崩了 又弹不下去了 老是这些话车骨了翻过来 对呀我都烦死了 我都烦死了 有意思吗 我也不想讲这些话 为什么不要插手她的事呢 我为什么不插手她的话 她是我儿子我是她妈 我希望她能够幸福 你越插手她越不幸福 不明摆着呢吗 恋爱自由说了一百年了 怎么在咱们家就醒不通呢 因为她年轻她看不透